你在電視或網路上看到任何影音內容跟文章 都是假的 你只要秉持這個想法 你就可以退後一步 看清事實 像這支影片也有可能是假的 你是永遠找不到真相的 你在案發現場你也找不到 你甚至是當事人你也看不清真相 你怎麼會相信一個第三方人告訴你任何訊息 你就相信他 開始在網路上散布這些垃圾訊息 你這樣子會造成社會恐慌 更多紛爭 然後讓國家人民分裂而已 你要永遠保持疑問 你不要看到 聽到任何內容 你就相信他馬上被洗腦 你要自己去查詢大量資料 你才能比較客觀一點 知道大家的觀點 我自己是覺得新聞已經慢慢失去了公信力 他們只為了賺錢來製造更多衝突的新聞內容 新聞已經慢慢變成了娛樂性質 專門製作給小眾觀看 他們已經慢慢放棄了使用客觀 多重角度的方式來報導 但你只要保持一個想法 你看到 聽到的東西都是假的 你才有辦法看清事實 ヽ ノ 你